每个人都可以自立一派 实际上我们前面说了 这个功法也是自己当初我学武术的时候 从小就喜欢 那也是没有机会学 长大了遇到老师去学 教哪个动作你都记不住 你会了后面的前面的话 然后又连不起了 所以说你不要分那么多派系 现在自汉朝以后 这个一学 他已经就 就说说话 洒落了 虽然当初也经历了王毕扫乱象 后来又到这个朱熹 完全将里把这个像朱 全部抛开 到这个这个 期间有这个沉沉老鼠 就哨拥他们 把这个图 又又总结出来 很多都散落于江湖了 儒家光江里 很多时候 很多时候这个就会树树范围 的 你只有在一些道家或者是 一些江湖牌里去寻找 那些所谓思考全书 这个 就是 永乐大典的这些东西 那已经很全了 例别各式各样 但是还是不全 而且你有的你就都学也学不会 你找适合自己 要融会贯通 脏口 就是百家 当然你这个其中 你要学很多 其实我读书很少 我还有很多想要读的 但是 也有个十来年 就是现在网络方便了 我们可以听书 可以看视频 可以拿个手机 走到哪 你扒拉扒拉 你别瞎扒拉 别光玩 人脑子很多人很聪明 你学一些有用 随一些大道的东西 君子不弃 这些理 这些理 尤其中文 要通 做个通才 不要专才 专家 你靠这个一技之长 很多人还是 除非你特别喜欢 你从一门精通 然后处理防通 那也了不起 否则你 单纯为了 某口饭吃 那很多考大学 就是什么热考 那热跟你有什么 等你考完了 又凉了 很多人 他就不是自己的兴趣所在 你就 发挥你的这个 这个 这个喜好 在不足的方面呢 预名弥补过的去就行 曲长不短 你以此为业的时候 这些东西 尤其男人 择业 非常多 择业择我 就是 这个 才行 你 就是像我 虽然 还有很多要看 但是肚子里这些 已经足够讲好一阵了 所以你不要说是 包括动不动拜师啊 就是认为 你在综合着看 这个人是不是适合 跟你的路子 一日为师中 人为父 虽然现在不讲 但是你还是要 就是慎重 当然 一个大学问者 他要变法名师 这些 我们没条件的 就自询 我就是这样自询 网络 美国老师 我们不是生下来 什么都懂 虽然说 累生累世 有一些明光的东西 但是 也需要激发 也需要 也需要 激发